今天的作業部分就是做105年 其他的先不要,不然檔案實在太大了 之前本來想說全部的資料 假設你們等要有時間的話,其他也可以試著做做看 不過也許不要那麼多年,不然的話最後檔案超過21Mbps就放不下了 就比較麻煩,乾脆用一年好了 第一個,其他年可以把它刪掉 第二個的話,因為我要針對月份去做統計的話 所以我們一樣,插入書紐分析表 最後做出1到12月份的這個統計圖 理論上當然這個 這邊其實可以做千分會符號,不過這個不做也沒關係啦 做的話其實我習慣上看資料會比較直覺 因為現在習慣說一千、一千、一千的 多少千嘛 然後看就可以知道,這個大概是 一千多萬度 所以其實一個月份大概 台電的基礎最少就要這樣的電力 那當然這個是105年的,你們可以再跟 今年比比看 今年耗電量多少 兩方面比較之下 你就知道 從105年到 110年到底相差多少 OK 那個用電 一整年用電這麼多 1億 3千 4百 1億 3千4百 有沒有 那如果 去年的話 你可以比比看 到底 兩方面比 其實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了 你一比較就知道 原來 到底差異在哪裡 OK 第一個 這個是 那個用電的部分 至於說 跟110年或110年比較 因為110年的資料可能還不完整 如果跟110年比比看 會不會有相差 差多少 還有呢 個月份是不是一樣 所以也許你可以 再找一個 110年的資料 來跟 所以這個也許 是105年 105 這個是 105 然後你可以再找一個110 兩個比較一下 那就可以知道說 差異有多大 是不是說 那個 像 這幾年那個半導體 有沒有 像台積電光在 台灣 設廠 有沒有 就很多像 台中 台南 高雄 有沒有 一直聽說 那個像台積電 他那個 光那個用光雕機 那個耗電量就非常非常龐大 但是有多大 那台電需不需要 發更多的電力給台積電用 我不確定啦 不過這個可以再查查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也是一樣 3D地圖 那這3D地圖最後我是做柱狀圖啦 當然如果你覺得 老實熱力圖好像比較OK的話 沒關係你也可以用熱力圖 反正主要是 你想呈現的 像我主要呈現的是 數量 那數量的話當然以柱狀圖會最直覺 那熱力圖的話比較適合就是那個分佈狀況 分佈的多寡 OK 所以也許你們可以 試試看 另外當然也可以 再針對110年的 再去抓到兩個 3D圖 比較看看 那這個3D圖 特別注意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我再把那個 剛剛講的重點再回顧一下 所以你只要做過的啦 你這邊其實都會 他會幫你保留 這邊有新增跟開啟 那預設如果你這邊是開啟 他開起來剛剛的會出現 那主要有幾個地方 可以做變更啦 那我剛剛有講過第一個 你可以針對 你要的欄位 大概主要兩個 一個是 位置 OK 那這邊的話是用限式 如果你沒有選限式的話 這邊會出不來 OK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二個的話是高度 高度的話你就把那個 受電總和 把它放進來 那幾個方法可以選啊 你可以從這邊選 或者是說呢 假如你不從這邊 假如沒有的話就沒有高度嘛 這樣有打點 這個打點 那如果你要放的話 可以這樣拖拉過來 放開也可以 它就馬上長出來 這個可以把它關掉 那其他的話就是說 這個圖的顏色 還有它的高度寬度 這個可以再去做調整 除此之外 我好像有多設定一個這個啦 就是 地圖標籤 還有它本來是方形的 我把它改成圓形 其他部分 大概這些功能 至於它還有沒有其他更新的功能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還有照相 我看一下 擷取地圖靜態 那其實不用print screen 直接用這個也可以 你按下這個有沒有 按下它 我看一下 它會不會直接可以貼到 我們的那個 這邊來 Ctrl V 也可以 所以你不用print screen 不用再踩一點那麼辛苦 所以它本身就有這個功能 剛好 OK 那如果說你想要變成 一個影片的話 甚至它還可以建立視訊 那這個建立視訊 其實有點動畫的效果 甚至可以加音軌 不過我是覺得 效果好像不如我原來預期的 OK 你們可以玩玩看 其他的話還有什麼新增場景 有沒有還可以在 布景主題 也許你覺得這長這樣子不好看 沒關係 你可以改 可是其他我倒覺得 這樣子 哇 這是空拍圖 有沒有 這好看嗎 好像不好看 再黑白的更醜 OK 好啦 要恢復了 像這樣 這個我想你們 自己在挑挑看嘛 因為它 這個 這個 這個實在不好看 所以原來這個好像還是比較 正常一點 OK 那你們可以自己在 就是在玩玩看 其他還有什麼 平面地圖 這個按下去好像也不算是平面 就是好像比較稍微平一點點 但是不完全是平 這個可以 這個功能也許你們可以在自己在玩玩看 最後主要是多 了解這個 場景的選取 OK 好 那剛剛有提到啦 其實你們將來在做開放資料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用 這個方式 呈現出地圖上面的 的數量 這個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所以另外的話請你們也可以在 試試看 110年 我其實還蠻想知道 到底105年到110年 差距有多大 OK 當然你要抓資料也是一樣你可以像我上個禮拜的 這個 城市還在 有沒有 所以這邊其實可以 加一個110 然後 這段城市 其實就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地方 第幾 第2頁的地方 第2頁 這個連結在這邊 第2頁 我是以105 年當成範例 但是如果我今天要抓110年就在這裡 那有兩個地方要改 第一個的話就是它的連結 所以 改的話其實只要改這個HTTP後面這邊 把它貼上 然後再來的話這邊要改它的 編碼方式 因為它這邊的編碼方式是UTL8 跟前面都不一樣 所以 這邊要改65001 OK 然後這樣一樣就是 新增一個101年的工作表 並且幫我把資料下載下來 然後把其他東西產生 所以這個101年的這個工作表就不需要了 那我就直接讓它run一下 按F8好了 OK 那假設我想要比較一下 110年跟105年差距有多大的話 那一樣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請各位 再試著練習看看 110年跟105年 這個 6年的差距 到底有多少 底下的話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試試看 谢谢观看